湖边全网的来谷冰川值得去吗? 你想不想在冰雪世界里触碰上一年的南冰? 普通人最容易接近的亿万年冰川 来谷冰川绝对值得一去 但是大家一定要选好时间 最佳的观赏时间是12月到来年的3月份 一位湖面接冰,可以随便上去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美丽 今天来做一期来谷冰川的攻略 这是318上面的来谷冰川的攻略 建议大家收藏 来谷冰川位于西藏燃乌湖附近20公里 这里有6个冰川 但是冬天的冰川特别好看 因为可以踩到湖面上去 来谷冰川规模非常大 总共有6个冰川 目前是开放了4个冰川 很多年才形成了南冰 这6个冰川是雅龙,东感,若娇,美希 另外还有熊家和牛马 这两个暂时没有开放 当然桌子媒体的话 这边有奖励的发视频 可以领奖励 还可以免门票 这里门票是150 观光车是60块钱 当然开车也可以进去 建议大家自己开车 可以在里面多待两天 因为一天的时间只够你去一个 4个冰川都想去的话 起码要4天 现在美希来到这个 来谷冰川的第一个停车点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冰川 这里提供免费的开水和牛肉干 供大家休息 这个就是雅龙冰川 目前的话是因为9月份 湖面有水不能下去 只能远处的看 所以建议大家 12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 就可以下到湖面上去 可以跟这个冰湖近距离的接触 这个是无人机拍摄 因为只能远远的看着 也挺漂亮的 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我下次1月份再来一次 可以上这个冰湖上面去 感受一下冰湖近距离接触 无难兵不惜仗 哇真的很难的 之前的话我4月份去过 仁龙八冰川 那里的话是没有开发的冰川 其实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冰川 因为安全可以保障 服务也周到 冰川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万一块冰掉下来 生命危险就麻烦了 这个就是没有结冰的冰湖 所以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来看 哇绝对的很震撼这里 我们看过第一个冰川继续前行 现在来到乃谷村 乃谷村过去的路就不太好走了 全是沙石路 乃谷村到前面的三个冰川 大概车程是10分钟 也可以转成他们本地的车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营地 是东宽和美西还有若交 三个冰川的地方 其中东宽的话是要徒步 三四公里 美西和若交的话是要 坐他们当地的车过去 这个是一人200块钱 如果自己开车的话 一人100块钱 其实这个地方不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道两个冰川需要40分钟的车程 这条路他们是花了500万 经历了三年才修出来的 这个东宽冰川是需要骑马的 300块钱一个人 别以为300块钱很贵啊 当我走了两个半小时 我没走到的时候 我觉得300块钱真的很划得来 所以建议大家骑马前行 为了省300块钱 我走了两个半小时 居然没走到 只能飞下无人机看一下了 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建议大家骑马前进 东宽没有挑战完成 现在美西和若交选一个 我选择了美西 因为美西的话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这边服务也挺好的 提供氧气 提供咨询 还有水 乃谷冰川这里面有15个村子 所以很多牧民在这里生活 后面的话路特别的烂 只有本地车才可以进去 别的车的话没有经验 很难走这个路的 一路都是悬崖上面的 盘山道 非常的危险 有恐高的人根本就不能看下面 所以200块钱一个人 还是值得花的 这里开始分路 上面这条是若曦 下面这条路是美郊 路上会碰到一个神虎 会下车拍照的 哇 这个虎是特别的漂亮 因为这个机械的燃雾虎 已经不好看了 但是这里却特别的漂亮 经过40分钟的颠簸 终于到了大本营 从这里开始徒步去冰川 可以去南洞 这里提供氧气冰爪 还有雨衣 当然出发的时候 可以带点它们的牛肉干 和奶茶 因为下雨 所以穿上雨衣 也可以挡风 一路的话 可以沿着这个条 警戒线一直往前面走 现在美丽脚下 是踩着冰川往上面爬 一般的人都要一个多小时 当然体力不好的 肯定是要两个小时 杨美丽 什么感受 船 这里海拔4700多 又下雨 又着风 冰的 这个是冰裂缝 哇 真的好漂亮啊 路上有三个旗子 这是第一个旗子 三个旗子走完就到了 路上没有带水 渴的时候就发现了 喝冰川的水 这是纯天然的水 亿万年的水 但是可以挑战自己 美丽 一定可以的 为了看到美丽的风 终于走到第二个旗子了 这里就在前方不远处 这里原本是一个冰湖 现在是融化了 这个是情人类 哇 这两滩水真的好漂亮 没不没 啊 哈哈 这两个湖 地南地南的 这么辛苦 是的 这个是奶谷冰川 里面的湖 看到这个 帐篷就到了 然后看到这个 警戒线下去 然后就到了 那好期待 没见过 走 哇 终于到了南洞了 好漂亮啊 感觉里面 深浪深浪的 可有保障 这个好看 现在美丽终于到了 这个南洞了 好漂亮 虽然九月份 冰冻不是太漂亮 但是还是不错的 所以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来 给大家飞下无人机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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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回来的话 都是下坡路特别好走 到大本营喝一杯奶茶 这个是手工制作的奶茶 我也买了两包 再吃一点牛肉感 美美的 当然燃虎的鱼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可以吃下这里的冷水雪鱼 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 吃好喝好玩好 享受现在的生活 在此美丽劝大家去正规的景区 去正规的冰川 不要去像冒险网一样去挑战冰川 因为生命很苦贵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只要有命在 可以无限折腾 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